大家好 欢迎关注热点深度 热点深度今天有两期 这一期的热点深度重点关注的是 中国总理李强出访欧洲 当地时间的6月19日 周一上午德国总统史泰英迈尔在美景宫 欢迎李强到访 史泰英迈尔呼吁中国在欧乌战争中 因发挥其全球政治影响力 并利用对俄罗斯的影响 努力促成公正和和平 德国总统发言人发布推文就说 史泰英迈尔同李强的会谈中 还谈到了中美关系 史泰英迈尔强调中美双边关系 对世界安全及合作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他呼吁中美两国因强化沟通渠道 周一晚间李强将前往总理府 会晤德国总理小尔茨 为了庆祝第七届德中政府磋商的开启 双方代表团成员将在总理府共进晚餐 而在隔一天 周二 肖尔茨总理将陪同李强 检阅德国联邦军三军仪仗队 并正式开启本次主题为 可共同可持续行动的双边政府磋商 一般认为李强是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 习近平的重要情信之一 这也是今年三月 李强就任中国政府总理后 首次出访国外 在过去一年中 中国是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但中美关系紧张 以及台海局势也成为影响中德关系的潜在危险 在上周三德国政府出台了国家安全战略 这一文件指责中国对地区稳定和世界安全构成越来越大的压力 并批评中国政府蔑视人权 在今年五月七国集团就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达成共识 不过各国并不希望同中国这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脱钩 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鲁斯曼周一在柏林表示 同中国脱钩的主张是错误的 他表示这样的想法既不现实也很危险 鲁斯曼赞同西方七国有关对中国去风险化的主张 他认为为此目的 企业正在积极对其销售及采购市场多样化 并在寻求建立新的伙伴关系 鲁斯曼同时也说 中国既是制度性对手 也是经济和技术领域的竞争者 在遏制气候变化的努力中 中国的合作必不可少 他认为我们需要在气候保护贸易和投资领域 同中国开展对话 而中国政府也应表现出改善框架条件的意愿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说 中国总理李强临行前表示 第七轮中德政府磋商 是两国新一届政府组成后的首次 全面对接 中方愿本着互相尊重 求同存异 互利共赢的原则 同德方坦诚深入交流 发掘合作潜力 妥处分歧和差异 充分全方位战略伙伴的关系内涵 为维护国际产 供应链稳定和世界和平繁荣 发出积极有力的信号 二单话早报的报道有一篇叫做 中国总理李强在更多的混乱和变化中抵达德国 进行首次博士访问 这篇报道就提到 据中国国家媒体报道 中国总理李强在上周日抵达柏林 参加一系列政府和商业会谈 旨在妥善处理分歧 进一步推动与德国的关系 他还将在访问期间 会见德国商界领袖 并访问巴伐利亚州的公司 而巴伐利亚州是德国最大的州 也是全球品牌 比如运动服的制造商阿里达斯 保险巨头安联和汽车制造商奥迪的所在地 李强在抵达德国首都时会引述说 中方愿在相互尊重 求同存异的原则 基础上与德方进行坦诚和深入的交流 他还强调在世界目睹 更多的混乱和变化之际 发扬他们的传统友谊和克服挑战的重要性 上一轮政府联合磋商是大约两年前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和德国前总理 安格拉·默克尔在网上进行的 这是自2018年以来的第一次政府间会谈 也是两国现任政府之间的第一次 而在李强为期六天的欧洲之行中 他还将前往法国 并在这周四的和这周五出席 全球融资公约峰会 李强说这次计划已久的国事访问 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肖尔兹 11月的会晤之后进行 并遵循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大共识 在会谈中习近平说 双边合作应从传统领域扩展到新能源 人工智能和数字化等新兴的领域 同时强调反对集团对抗 肖尔兹是新冠大流行之后 第一个访问中国的西方国家领导人 并坚持认为德国不应与中国脱钩 但这个欧洲国家有史以来第一次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 称中国是一个系统性的对手 一再采取与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相悖的行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在第二天作出了一个较为低调的回应 认为中德关系在过去几十年里 走过了漫长的道路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他认为更重要的是 中国德国和所有其他国家和行为 以应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参与互利合作 共同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而努力 中国一直对欧盟的战略自主权表示支持 并寻求改善与欧洲的关系 因为它面临来自美国越来越大的压力 在政府之间对话之前 包括中国外交部长秦刚 和外事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 在内的高级官员与德国同行进行了会晤和电话交谈 就从乌克兰战争到贸易合作等话题交换了意见 而李强这一次出访欧洲有个细节 也是推特上的云青天发现的 而就是中国的官方的新闻称 2023年6月18日下午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呈包机离开北京前往欧洲 这里不是专机 而是包机一字之差区别很大 又能显示出中国节俭办公 高效出行 更能显示出李强作为中国的二把手的低调 二届论坛里我们也提到这一点 但到底这一次的低调低调到什么程度 所谓对比 我找到一篇2015年的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 报道的内容是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做专机出访拉美 而这个报道中 自立行间的拍头是大有文章 这篇文章标题是 李克强专机高端会议照披露 部长们穿运动服 说出访拉美行程慢慢 5月17日9时30分 专机从北京机场起飞后 一直向上攀升 刚刚进入万米高空的平飞状态 李克强总理着急的会议就开始了 云端上的会议确实有些不一样 总理的姿势比以往更放松一些 参会者大多也没有西装革履 甚至穿着运动休闲服 但这一次丝毫不减会议的规格 运动休闲服下衬托的面孔 是许多仪式 公众熟悉的高层面孔 这包括国务院 办公厅 外交部 发改委 商务部 农业部 国研室等 随访部的部级官员 而至于议题 围绕的是拉美之行的主线 国际产能合作 包括磋商与各国准备达成的协议等等 等等 还有这个报道也关注到会议桌上的茶水杯 说茶水有些摇晃 而李克强和部长们的交谈 音调要比平时提高 这样才能掩盖 一直干扰着会场的发动机的轰鸣 而穿这个闲窗 遮光板推开了一条小缝 窗外是透亮的这个天空 云层铺展在记忆下 这些细节都无时不再提醒着 这个场合的特殊之处 毕竟是这个李总理 李克强总理在外米高空开会 那么这篇报道还着重强调到了 更多其他的细节 这里比如说 说会议的高度 完全匹配专机的飞行高度 总理不仅分析中拉之间展开 这个产能合作的意义 还进一步阐述了开展国际产能合作 对走出当前世界经济低迷的全球意义 与以往出访略有不同的是 这次会议上 总理特别强调了 人文与心灵交流的价值 威威到来两块相距遥远的大陆 两个并肩发展的新经济 两种各方异彩的文明之间的深度融合的意义 等等等等等等 还说李克强此次出访跨越六个国家 七个城市贯穿东西半球 南北半球 历时13天等等 就说空中飞行就达到60多个小时 专机起降16次 说这是一条绕地球扬起的一个中国飘带 那还有说 总理当然不会让这些时间闲着 他还在一张铺满地图的长桌前 单独召集部长们开会 至于他所说的这个日常作业 批阅文件 那是妥妥地说是一天不落 那这样对比来看 你就知道李强这一次做包机去欧洲 是有多低调了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热点深度的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在上面各位可以订阅各类符合您喜好的简报新闻 也有免费套餐 也有更加专业的复位套餐 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华尔街简报来自各大权威媒体与机构 专业的独特分析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尔街简报 我是津峰 路透社报道 中国酝酿新措施将针对消费和私营部门 参与政策讨论的消息人士透露 中国今年将推出更多的刺激措施 以支持经济放缓 关键是针对消费和私营部门的需求疲软 中国周四公布的五月数据显示 工厂产出和零售销售增长低于预期 这是经济复苏正在失去动力的又一个证据 政策内部人士告诉路透社 国务院正在征求经济学家和顾问的建议 重大变革需要得到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批准 投资者现在正在期待7月的政治局会议 以寻找政策方向的线索 虽然央行本周降低了借贷成本 但是消息人士称 需要财政刺激来恢复经济活动 特别关注家庭补贴和发行更多的债券来支撑投资 然而政策制定者仍然将对激进的房地产支持措施保持谨慎 他们不愿意在房地产行业煽动投机性的投资 尤其是在中国的大城市 但一位政策内部人士表示 降息是必要的 但要使其有效 需要依靠财政政策来促进投资 我们需要房地产政策来释放需求 中国央行周四下调了一年期中期贷款利率 这是10个月来的首次宽松政策 另外一位消息人士称 下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 然而政策内部人士说 借贷成本的少量削减将不足以提振经济活动 周四的数据显示 一月到五月私人资产投资同比下降0.1% 与国有部门投资增长8.4% 形成鲜明对比 内部人士表示 地方政府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 加快债券的发行 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 还可能会向消费者提供更多的支持 特别是在购买汽车和家用电器方面 但是由于中国的债务负担 几乎是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倍 四季基础设施支出的空间 十分有限 政策内部人士表示 中国仍有望实现2023年 5%左右的增长目标 但是近几个月的经济活动 弱于预期 需要政策来恢复势头 经济学家Rory Green表示 增长放缓 即使是在预期范围内 也会带来问题 特别是对地方政府 房地产部门和就业而言 所以他认为 一波小型的刺激推动时期即将到来 政府今年优先考虑消费复苏 但迄今尚未 尚未为消费者提供大规模的补贴 除此之外 政策内部人士和分析士表示 急需支持萧条的私营企业 这些企业占经济产出的60% 和城市就业的80% 对于提高收入、就业和消费至关重要 另外多家媒体报道 中国总理李强将首次出访德国和法国 中国总理李强将于本周六开始 他上任以来的首次海外访问 试图扩大与德国和法国的关系 李强将率领中国代表团与德国进行政府间磋商 定于6月20号举行 这是自2018年以来的中德首次面对面峰会 然后他将前往巴黎进行正式访问 并参加6月22日至23日举行的金融会议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李强上任后首次访问的第一站就是德国 充分体现了中国对中德关系的高度重视 中国期待进一步深化和扩大中德关系 北京反对德国总理萧尔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 上个月在东京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发表的公报 其中七国集团概述了他们要与中国去风险的方法 柏林在本周三刚发布的首次国家安全评估中 也表示中国是一个日益严重的威胁 中国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李强出访海外的部分使命将是吸引外国投资者的回归 德国是欧洲国家中中国的最大外国投资来源地 德国汽车和化学工业等领域在中国保持着大量业务 在德国期间李强将出席中德经济技术合作论坛 据一位熟悉计划的官员透露 他将与德国的商界领袖举行会谈 与之前的李克强不同 李强以前没有在中央政府层面的经验 他只有在上海担任总书记期间 与外国公司接触的经验 随后他就从这一职位迅速升任中国总理 部分归功于他对习近平的长期忠诚 而德国总理谢尔茨则在自己的联盟中 因为中国关系而受到部分批评 他在11月成为了自疫情以来 第一位访问中国的七国集团领导人 谢尔茨试图为在华的欧洲公司 确保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同时减少德国对中国市场的严重依赖 作为去风险化的一部分 彭博社报道美国顶级的芯片制造商 指责中国竞争对手 进行为期14个月的间谍活动 美国的应用材料公司 正在起诉一家中国的竞争对手 称该公司试图窃取他的一些 最有价值的机密 包括员工精心策划的偷窃 和秘密转让半导体设备的设计 总部位于加州的马特森科技 是美国最大的芯片制造设备供应商 他在2016年被北京政府支持的 一堂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 然后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 马特森从应用材料公司 挖走了17名最资深的工程师 包括一名高级部门经理和研究人员 他们了解很多应用材料公司的敏感信息 比如说芯片制造过程和公司的技术路线图 应用材料公司在2022年起诉了马特森 以及最新离职的一批员工 并提供了间谍活动的一些证据 北京一堂半导体 由北京市政府支持和运营 应用材料公司称 将继续采取法律行动 大力保护其知识产权 马特森则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 他辩解没有出现任何真正的证据 称这些指控是虚假的 在向法院提交的一份声明中 最近的一位跳槽者赖灿风说 在离职前他将文件从他的公司邮件发送到他自己的个人邮箱 只是为了保留他工作成就的纪念品 并称并不打算把这些信息用在马特森公司的新职位上 今年在半导体领域 类似的指控发生了多起 比如说荷兰的芯片制造机器巨头ASMO 指控一名前中国员工窃取了机密技术信息 本周韩国检察官则指控前三星电子的一名高管 试图窃取三星的工厂蓝图 在西安复制一个中国的半导体工厂 在赖灿风的案例中 应用材料公司称 他在2022年接受马特森的工作邀请后 第二天就尝试将信息下载到自己的邮盘上 并且通过电子邮件将大量信息发送给自己 其中包括应用材料公司在业内首创的 新产品的详细尺寸和材料成分 涉及芯片制造过程中的重要步骤 中国现在每年进口的半导体要多于石油 北京一直在努力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而华盛顿则拉拢了日本和荷兰 试图遏制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 为了获得技术专长 中国公司过去经常依赖收购外国公司 但是随着世界各国政府 对这一方面越来越加强审查 收购外国科技企业变得越来越困难 而早在2015年和2016年 当时还很少有人关注中国企业的海外收购 北京一堂半导体就完成了对马特森的收购 马特森现在是一堂半导体的全资子公司 它的客户包括台积电三星 以及中国大陆的一些公司 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简报的全部内容 更多全球最新资讯 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站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在上面大家可以订阅 各类符合您喜好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套餐 也有专业定制的付费套餐供大家选择 大家好这里是热点深度 我是小杨 今天我们来关注中国湖北随县博爱特效 请请安 在长达四年多的时间里 一位在网上颇有名望的校长 在湖北省随县博爱特效的校长刘爱业 平凡的是将残障女孩们 召唤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并锁上门 而在一墙之隔的音乐教室里 有学生能听到墙纳头女孩的哭喊声 根据一审刑事判决书 随宪人民法院的审理查明 2018年9月至2022年的5月期间 被告人刘爱业多次在校长办公室及学生 请示抚摸揉捏 未成年学生的陈思思的胸部以及乳房 在2021年下半年 刘爱业在校长办公室抚摸 未成年学生周小若及张洋洋的胸部 那在2022年的12月 随宪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刘爱业 犯强制猥蝎罪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六个月 禁止被告人刘爱业从事密切接触 未成年人的工作 而就在2022年的4月5日 4月5月包括新华社央官网 这样的中国重量级官方媒体 还在报道湖北省随宪国外特效的 这个刘爱业 当然是作为一个先进优秀的典型来报道的 央官网的文章 自掏腰包办特效 湖北随州一老师为500个残疾少年 遮风挡雨12年 这篇报道就提到 这所创满于2010年的明办特殊学校 不收取任何费用 学生们住在学校半年回家一次 学生们的生活开支一年接近60万元 17名老师一年的工资50多万 学校的这些支出 靠着相关政府部门 拨一部分款 而剩下的大部分是考着刘爱业之前 办技工学校赚的钱进行补贴 根据中国媒体新京报的报道 2023年的5月22日 随宪教育局的行政审批科负责人就透露 经过调查 博外特效存在办学不规范的情况 已被吊销 办学许可证 而针对博外特效学生的上学问题 上述的负责人则回应 随线还有一所办公公办的特殊教育学校 随线特效满足入学条件的学生 可以联系教育局转入就读 在2022年5月18日 刘爱业被刑事拘留 同年6月24日被逮捕 而在事发后的一年时间里 曾被刘爱业猥亵的陈思思 接到过陌生号码的短信侮辱 对方就指责陈思思是污蔑刘爱业 短信就显示 你要叫陈思思要站出来解救校长 让他继续办校 一个残疾娃子拖累了一个家庭 100多号娃子100多个家庭 陈思思这边是自幼 换先天性的演技 在三岁那年母亲就去世了 2007年唐哥陈军了解到 随县就有一所特殊的教育学校 可以招收像陈思思这样的孩子免费入学 在网上这所名叫 随县博爱特殊教育学校口碑是多家 校长刘爱业的事迹 也曾多次被中国的主流媒体宣传报道过 那些故事是塑造了一位 极具爱心的慈善人士形象 随县博爱特殊教育学校 成立于2013年开办资金10万元 刘爱业是唯一的法定代表人 学校登记管理机关是随县的民政局 业务主管单位是随县教育局 经营的业务是 知残轻度智障 青少年教育级康复训练 在普通小学读完五年级之后 陈思思就转入了随县博爱特校 这个座落在安居镇 徐家嘴村的这个校园 原本是由村办小学改建而成 学校面积不大 有110多个学生 下至六七岁的孩子 上至三十多岁的成年人 他们的残疾程度不一 相当一部分存在着智力障碍 在很多学生家长看来 不与其说这是一所学校 不如更像是一个残疾人托管机构 年纪大一点 智力情况稍好的孩子 还要去负责指定 照顾几个年纪小智力情况更差的孩子 而被照顾的孩子家长 也会适当给大孩子们一些 所谓的照看费 一天十元左右 多位学生和家长也都提到过 对于不受控制的小孩 老师们就用绳子一头 拴住他们的手腕 另一头则用大孩子来牵着 陈思思就带过小孩 陈思思是带过三个小孩 其中乔乔就是其中的一员 陈思思说 他去哪里都带着乔乔 表面上他是在照顾乔乔 但实际上乔乔也是陈思思的眼睛 在入学之后 陈思思就发现学校也并不像宣传的那么美好 食堂一年到头都难见荤腥 白菜 包菜 豆腐 土豆里能搞点肉 这样的伙食就不错了 还得从开学迟到放假 但罪令陈思思没有办法忍受的 是学校的有老师去使用暴力 陈思思说 因为乔乔 闲人的这个性格 乔乔多次受到殴打 受到殴打 打人者是学校的一名文化老师 而且打起来人特别狠 学校的另一位女孩也告诉记者说 每次洗澡的时候 乔乔身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 碰一下也就很疼 时间来到2022年 根据陈思思的堂哥陈军来回忆 2022年五亿小长假之后的某天 妹妹陈思思打了电话就告诉自己说 她被校长摸了 电话那头陈军作为这个词 陈思思的堂哥就非常的震惊 他特意请了五天假 赶回老家 并带了一支可以录音的手表 陈军是决定报警 但第一步你要收集到证据 他还准备教陈思思来用录音手表进行取证 在老家 兄妹二人是反复测试录音手表的收声距离 陈军还告诉陈思思说 记住校长怎么对你的 你要录下来 这所明办学校的大部分学生是长期住校 少数学生是周末回家 在家过完周末之后 陈军就亲自把妹妹送回了学校 陈军说 我就在外面蹲着 有任何情况立刻给我打电话 他这样叮嘱完陈思思之后 就把陈思思送进了校园 陈思思回忆 回到学校之后的星期一早上 自己来到校长刘爱业办公室 索要生活用品 刘爱业的办公室很宽敞 进门处就是一个黑色的皮质会客沙发 办公室里来往还有其他的人 刘爱业就招呼他 跟陈思思说 你先等等 我去车里拿个快递 陈思思他就坐在沙发上 仔细的摸着左手上戴着这个录音手表 是反复熟悉录音键的位置 为后面要发生的事做好准备 最后校长从外面抱回了一大落书籍 刘爱业就在办公室前一边拆快递 一边自言自语 那么他对此已经 陈思思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 因为这所特殊教育学校是长期接受社会的捐赠 几乎每天都会收到爱心人士寄来的各种物资 陈思思就告诉记者说 等刘爱业忙完了这一切 办公室里也只剩下刘爱业和陈思思两人 这个时候刘爱业关上门 把陈思思从沙发拉到办公桌前 他的手从陈思思衣服下百里伸进去摸他的胸 心机之下陈思思就按开了录音手表下的录制键 那等陈思思从刘爱业的办公室里出来之后 正是上课时间 他没有回到教室 而是禁止冲进厕所给自己的堂哥陈军打电话 陈军说自己反复叮嘱妹妹要找个阴凉的地方待着 千万不要紧张出汗 而因为陈思思现在的身上一定有刘爱业的指纹 在五月中旬日头正旺 陈思思是害怕自己流汗毁掉了证据 他逃回了与校长办公室锦衣墙之隔的音乐教室 堂哥在电话里告诉他 自己大约会在三四十分钟后赶到学校 一二十分钟之后陈军就来到学校 他带陈思思来到宿舍反锁上门 询问当天的情况 而陈军还带来了笔记本 他将录音手表连上电脑 试图去播放这个录音的证据 然而他发现陈思思操作失误 录音手表里的录音内容只有14秒钟 而在这个录音的文件里 除了稀稀疏疏的杂音 没有任何有效的信息 在这个时候陈军还是选择报警 宿舍外的刘爱业则对这一切好不知情 陈军提出要带妹妹离开 他记得当时刘爱业是不太情愿 并且还试图阻拦 当天晚上警方就带着陈思思去做了身体检查 而根据刑事判决书的内容显示 经隋州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 送检在陈思思 胸罩的左侧内的面布料中 检出了混合基因型 包含刘爱业陈思思的DNA分刑 这一证据是坐实了刘爱业的猥亵事实 邱妹决定报警之后 陈军建议陈思思回学校里 问问其他女生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遭遇 这时候陈思思才想起来 周小若也是被校长单独叫去过 办公室的女孩之一 他意识到自己可能不是唯一的受害者 周小若比陈思思小一岁 个子比较高 内向沉默 他的父亲早年去世 母亲是有智力障碍改嫁了 监护人是在隋州工作的伯父伯母 周小若和奶奶住在农村 陈思思就说自己在报警前的一天 曾经悄悄把周小若拉在一旁问他 你有没有被校长摸过 周小若就点点头 记者也去问了周小若 周小若说他还在校长办公室撞见过其他女孩 同样有着智力残障的张洋洋 张洋洋出生于2006年 他的情况比周小若更糟糕 口齿不清 很少有人能听懂张洋洋在说什么 陈思思做笔录时告知了警方周小若的情况 而周小若做笔录时又提到了张洋洋 就这样一个接一个的受害人逐渐浮出水面 而在陈思思的叙述里 其实早在2018年9月距离自己年满14岁 还差一个月的时候 他的噩梦就开始了 当时是一次课堂之上 刘爱业把他叫进校长办公室 陈思思进门之后 刘爱业是关上门就开始抚摸他的胸 陈思思告诉记者说 自己的脑海里当时像过电一般 瞬间空白 几天之后陈思思第二次被刘爱业叫进办公室 陈思思说这一次刘爱业不只是摸他 还脱去了他的裤子 那在笔录里 陈思思是多次提到了这样的强奸的经历 他描述了刘爱业如何掰开他的双腿 还侵犯了他 事后三年 陈思思是不记得自己被刘爱业叫进办公室多少次 据说博爱特校的很多人 也都见过陈思思被刘爱业留在办公室的情况 也知道刘爱业经常开车带陈思思出去 但是没人知道紧闭的办公室大门之后 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去年疫情期间 安居镇徐家嘴村村委会负责给学校的孩子们做核算 村委会的防疫工作人员经常是出入博爱特校 有一位村干部见过有女孩被刘爱业单独叫进办公室 这位村干部回忆 他说我当时就觉得可能会出事 那么还真的出事了 那林二月告诉《新京报》的记者说 他知道陈思思和乔乔常被刘爱业开车载出校园 也看过陈思思被叫入过办公室 但他没注意过陈思思到底在办公室待了多久 还有一次他的确在校园里看见了刘爱业摸陈思思的屁股 陈思思的堂哥陈军就说 报警之后警方也有带陈思思去做过妇可检查 显示阴道办有猎伤 但由于报警当天并没有发生强奸行为 没能从阴道里提取到刘爱业的DNA 在2022年的5月18日 刘爱业被刑事拘留 同年6月24日被逮捕 刘爱业被捕之后没多久 学校就以放暑假的名义解散了100多个学生 在2023年的3月 还有记者走访了多个博爱特校学生的家庭 在学校关门之后 这些学生大多数没有去处 只能每天待在家里 曾经博爱特校是这些残障家庭的一个寄托 一个选择 学校对外号称费用全面 尽管一些年纪稍大的学生 偶尔会被要求交500元600元的一个费用 但是家长们也没有太多的怨言 这个说法这个也很容易理解 至少孩子有个地方可以被接纳 校园现在是被转租给了一家工厂 还没来得及正式装修 而曾经的女生宿舍被移为了平地 学校里遍地瓦礼 杂草丛生 而校长办公室也被搬空 只剩下了一尼多红通通的捐款展示牌 那些展示牌是部分政府机关 企事业单位前来学校举办 捐款活动上的模具模型 捐款数数从数千到数万不等 而这些展示牌上的捐款数字加起来 接近百万元 好了 中国需要一个新的剧本 阻止私营部门的恶性循环和扭转悲观情绪 南华早报 顶级经济学家表示 中国需要一个新的剧本 采取果断行动和明确信号 以阻止私营部门的恶性循环和扭转悲观情绪 北京需要立即阻止中国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实施更降有力的措施来支撑有效需求 中国国家政治咨询机构经济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尹燕林说 关键是要支撑整体需求 尹说 失业 通货膨胀 经济增长和化解风险等问题都取决于国内需求的反弹 他在周六 由清华大学主办的经济论坛上说 政府要坚定不移的出台强化政策 而不是一点一点的调整 尹燕林词去了经济决策机构中央财经委办公室副主任的职务 于3月加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一经纪委员会 他形容中国经济明显失去动力 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 而且与北京看到好转的目标相去甚远 尹说 政府需要采取严厉的态度来减少经济中的负面回圈 纠正过时的政策 政府应该坚定的推出强化政策 而不是一点一点的进行调整 他补充说 应该出台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策 以增强私人投资者和商人的信心 这将对解决他们目前面临的公平竞争和法律挑战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经济数据的六个要点 青年失业率创下新高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实践与思考学术中心主任李道奎也表示 应向消费者发放直接补贴 这位前央行顾问表示 补贴可能会产生倍增效应 不仅会促进整体支出 还会通过税收创造政府收入 最终 这项政策甚至不会花费政府支出 那么 我们为什么不推出这模好的政策呢 为什么我们还在讨论它 我也很困惑 李说 他补充说 政府需要通过建立明确的政治立场来给与私人投资者投资信心 向他们保证 他们对中国经济基本面的贡献与国有企业相同 如果经济长期持续降温 失业问题将变得更加严重 这将是对社会稳定的挑战 李道奎 李呼吁 立即采取政策 因为可能会对国家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如果经济长期持续降温 失业问题将变得更加严重 这将是对社会稳定的挑战 该国的国际影响力 包括我们的军事能力也将放缓 我们超越世界上最发达经 具体的趋势甚至可能被推翻 恐怕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长期风险 他说 随着中国经济在结束三年的零疫情控制后 第一季度好于预期的业绩显示出进一步放缓的迹象 人们对北京加大力度并推出更多刺激措施的期望越来越高 由李强总理主持的最新国务院会议周五承诺 将采取更有利的政策 增加有效需求 加强实体经济 化解关键领域的风险 但具体细节尚未公布 沃伦 巴菲特向日本股市投入更多资金 CNN 亿万富翁投资者沃伦 巴菲特 Warren Buffett 的伯克希尔 哈萨维 Burchia Hathaway 增加了其在日本五大贸易公司的持股 这可能支撑了推动该国股市达到多年高点的强劲势头 伯克希尔周一表示 其持有伊藤中商市的股份 Mitsi 和著有现在的平均增长率超过8.5% 他于2020年首次宣布购买 额外的购买符合其长期持有股份并将其增加到9.9%的计划 巴菲特的投资和他对日本前景的乐观 态度引起了人们对该国经济状况改善和股东友好型公司治理改革的关注 这些改革有助于支撑日经指数的闪闪发光的反弹 N225 平均份额 周五市场收盘下跌1% 伯克希尔的声明是在周一收盘后发布的 但连续十周上涨说明日经指数今年上涨了28% 日本股市的顺丰继续成倍增加 经济商胜保市厂驻新加坡的市场策略师Charu Chana表示 虽然之前暗示伯克希尔将增加其股份这一消息比预期的要早一些 并将进一步提振对日本股市的乐观情绪 伯克希尔在美国以外最大的赌注 伯克希尔表示 这些投资的总价值是伯克希尔在美国以外持有的所有公共股票中最大的 日本贸易公司被称为重光商社 经营各种材料 产品和食品 通常充当仲介 并提供后勤支援 今年这些股票的涨幅均超过30% 玩虹股价上涨了62% 自2020年底以来 该股票的价格已经上涨了两倍多 贸易公司6月12日的监管文件显示 伯克希尔持有伊藤中7.4%的股份 玩虹和30%8.3%的股份 三井8.1%的股份和柱油8.2%的股份 魏石魔在日常产品中发现微处理器有投资机会 加拿大环球邮报 一年前 全球微处理器的短缺如此之大 以至于供应链陷入瘫痪 并推迟了从智慧手机和汽车到医疗设备和工厂机器人的许多产品的生产 情况非常具有挑战性 以至于总部位于荷兰的ASML Holding MVASMLQ的首席执行官 在电话会议上发表了评论 这让听众感到惊讶 彼得·温宁克 彼得·温宁克 表示 一家他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型工业集团正在购买洗衣机 已取出晶圆并重新利用他们 12个月后 短缺有所缓解 对微处理器的需求正在减弱 其中一个原因是 在其产品中使用微晶圆的公司 正在减少去年 在恐慌性购买期间鸡类的晶圆供应 由于高利率拖累全球经济 消费者的支出减少 反过来 这减少了制造商对晶圆的需求 因为他们下调了销售预测 我们生活在一个库存过多 需求下降的世界 波士顿Wedbush Securities Inc 股票研究高级副总裁Matt Bryson说 我认为2023年将是艰难的一年 即便如此 分析师表示 在目前的疲软之外 还有机会 一个激励因素是对人工智慧应用中使用的高端微畜产入的需求不断扩大 另一个是那些不那么性感的普通香草制造商 他们的晶圆存在于日常产品中 从咖啡机和烤面包机烤箱到将照片保存在计算机上 或在电子阅读器上格式化字体的晶圆 物联网一直在设备之间建立更多的连接 物联网是一个大趋势 多伦多Horizons ETF Management Canada Inc 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策略执行副总裁Mark Noble说 我们在所有事情上都使用半导体 它们是技术的辣酱 出风头的制造商包括德州仪器公司TXNQ Analet Devices Inc ATIQ和NXP Semiconductors NVNXTIQ 它们拥有发达的业务 较低的研发成本 以及与客户的长期关系 它们的晶圆往往占产品成本的一小部分 并且被证明是有效的 因此 最终使用者不太愿意更换它们 并冒着与新供应商出错的风险 低端盈利能力的证据可以在它们的股息流中找到 德州仪器在过去17年中 每年都增加股息 ADI公司在过去21年中 每年都在增加股息 台积电可能是集成电路增长的最佳代表 他说 它拥有最高的历史毛利率 和高端市场的垄断地位 Nobo先生指出 英伟达221.8的市盈率 PE反映了高度的乐观情绪和很多隐含的风险 你正在为高端人工智慧股票支付巨额溢价 他说 另一方面 德州仪器 Texas Instruments的股价今年上涨了8% 远期市盈率为19.8 ADI公司的股价上涨了16% 市盈率为26.6 这些公司的估值更具吸引力 拥有强大的长期增长杠杆 诺布尔说 Horizon Global Semiconductor Index EPFCHPST 持有大量高端和低端晶圆制造商 尽管英伟达的估值很高 但它是EPF中最大的持股 债EPF的14% 台湾半导体 德州仪器 ADI和恩智浦半导体核计占19% 那么 投资者应该怎么做呢 多元化是你的朋友 诺布尔说 他认为一篮子股票与不同的子行业是要走的路 因为无论如何 你都会从趋势中受益匪浅 如何退休到西班牙 并阻止税务人员掠夺您的财富 英国每日电讯 阳光明媚的西班牙 是我们成千上万人梦寐以求的退休目的地 黄金海岸 美味佳肴和丰富的文化是难以抗拒的 难怪已经有超过十万名英国养老金领取者 在该国定居 搬迁到气候温暖的地方可能很诱人 但在搬家之前提前计划至关重要 如果仓促形势 可能会引发意外的税单和养老金问题 在这里Telegraph Money解释了您需要了解的有关搬迁到西班牙的所有资讯 从税收和签证到养老金和房地产价格 退休到西班牙需要多少钱 养老金领取者在西班牙被归类为非经济活动 这一位住与工作年龄的人相比 他们必须满足额外的要求才能留在该国 有两种类型的签证可以获得在该国居住的权利 非盈利签证和黄金签证 非盈利签证需要您的财务资源证明才能通过收入检查 该检查是用于一年 续签后 签证将再持续两年 截至2023年 收入要求为28,800欧元 25,043英镑 加上您在西班牙居住的每一年每位受抚养人7,200欧元 移民局也将接受可用的储蓄 签证续签过程 要求您证明您的收入将持续每个时期 或者与最初的一年申请相比 您的储蓄大约是两倍 去年的收入要求增加了3.5% 因此计划每年增加约这个规模 今天 如果您每年领取10,600英镑的全额新国家养老金 纳摩作为单身人士 您将需要从其他来源 获得另外16,610欧元 或者作为一对夫妇需要11,620欧元 更灵活的选择可能是黄金签证 它提供永久合法居留权 而无需在西班牙停留任何时间 但它需要50万欧元的房地产投资 或100万欧元的投资基金 银行存款或西班牙金融机构的上市公司股份 200万欧元的西班牙政府债务 或提供就业机会的商业投资 现在阅读 退休前要做的10件事 否则可能会使您的养老金不足 您将如何在西班牙纳税 任何计划搬迁的人都必须在搬迁之前考虑他们的财务和税务状况 否则可能会面零巨额账单 英国的节税投资 如ISIS和National Savings与AMP Investments 在国外没有同样的节税待遇 在西班牙 这些账户中产生的任何利息 股息或资本收益都将应纳税 在养老金方面 收入在养老金持有人居住的地方应纳税 唯一的例外 是政府雇员养老金 它只在英国征税 重要的是 如果您在移居西班牙后 接受25%免税养老金现金规则将不适用 您的一次性现金应纳税 因为西班牙没有养老基金的非应税部分 那些提前计划的人 最好在搬迁前拿走免税现金 任何计划在搬家后出售英国房屋的人 也可能受到指控的刺痛 Blevin France的Jason Porter表示 大多数国家都有某种形式的主要房屋税减免 因此在正常情况下 销售时不会产生资本利得税 但英国的规则与西班牙的规则有很大不同 虽然出售可能不会在英国导致纳税义务 但如果在您离开后发生 则可能会在西班牙产生纳税义务 他补充说 同样 任何计划推迟出售英国企业 直到他们离开 以避免英国资本利得税的人 都可能会发现这笔销售在西班牙应纳税 与欧洲其他国家一样 西班牙也有英国不存在的额外税收 例如财富税 这一位驻外籍人士 必须填写额外的纳税申报表 世界各地的任何资产 都必须在超过200万欧元的财富税申报表上申报 最近 西班牙的几个地区考虑将马德里的100%免税额与财富税相匹配 中央政府担心税收大幅减少 今年决定在国家层面征收新的团结税 对超过300万欧元的财富征收1.7% 然后到500万欧元的2.1%和1000万欧元的3.5% 如果可能同时缴纳财富税和团结税 纳税人不会为同一资产支付两次 超过5万欧元的海外资产 也必须在Modelo 720表格上申报 否则可能会受到重大处罚 西班牙各地区的遗产税差异很大 马德里等一些地区对遗产税有100%的歼免 而其他地区可以收取高达34%的死亡税 现在阅读 个人税耗净你的收入如何确保你不会多付 购买西班牙房产 西班牙房产比普通英国房屋的价值便宜得多 根据房地产经纪人来方 Night Frank的数据 西班牙的全国平均平方米成本为1625欧元 1396英镑 而英国为2863英镑 在2021年的前三个月 西班牙东南部的墨尔西亚地区的房产价值最便宜 为每平方米981欧元 在西班牙拥有价值超过50万欧元的房产 是黄金签证的标准之一 但是 在西班牙购买房地产需要缴纳一定的税款 印花税和费用 顾问估计 这些费用相当于房产购买价格的11% 主要是由于加值税 此外 还有产权转让费 通常约为房产购买价格的1% 获得健康保险或保险 英国人必须证明 他们不会成为西班牙政府的不应有的负担 这要求他们拥有全面的健康保险 任何申请签证的人都必须持有私人医疗保险单 该保险单 在整个居留许可期间提供至少3万欧元的全面保障 英国的抵押贷款危机 有可能引发有史以来最大的房价崩盘 英国每日电讯 数以百万计的英国房主正面零负担不起的抵押贷款利率上升 这可能引发房地产市场崩盘 10年的低利率和政府干预 如印花税假期导致了房地产市场泡沫 现在 随着利率上升和通货膨胀飙升 抵押贷款利率也在上升 使房主难以履行其财务义务 经济学家预测 抵押贷款危机可能导致比2008年金融危机更严重的崩盘 价格下跌多达35% 这场危机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可以避免的 批评人士认为 政府政策和英格兰银行未能解决通胀上升和房地产市场风险的问题 抵押贷款利率的飙升 正在给房主带来巨大的财务压力 许多人面临住抵押贷款偿还翻倍的前景 有些人可能被迫出售房屋 预计这场危机将导致抵押贷款拖欠和收回的增加 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了价格下跌 经济学家预测长期低迷要到2028年才能恢复 政府被指责通过在大流行期间削减印花税来加剧危机 刺激房价进一步增长 抵押贷款利率上升的影响预计将对英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并发出不可避免的衰退警告 英国的抵押贷款危机凸显了与低利率和政府干预房地产市场相关的风险 由于短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交易 房主特别脆弱 使他们面零利率上升的风险 这场危机对其他依赖低利率和政府支援的房地产市场过热的国家发出警告 随着全球利率上升和通胀持续飙升 政策制定者需要谨慎管理房地产市场的风险 并确保采取措施支援面零财物困难的房主 戈登 佩普 是时候对我的满入并持有投资组合进行罕见的改变了 加拿大环球邮报 由互联网财富建设者和收入投资者通讯的编辑和出版商戈登 佩普 Gordon Pape 创建的满入并持有投资组合在最近由COVID-19大流行引起的市场低迷期间进行了测试 该投资组合主要由加拿大和美国蓝筹股组成经历了亏损 但佩普仍然对所选证券的长期增长潜力充满信心 尽管遭遇挫折 但自11年前成立以来 该投资组合的平均年负荷回报率已超过10% 佩普使用几个标准来选择投资组合的股票 包括长期增长潜力 行业领导地位 强劲的资产负债表 股息增加的历史以及下跌市场的相对实力 投资组合的目标是产生现金流 最大限度的减少下行潜力 并提供缓慢但稳定的增长 目标回报率定位每年8% PAP提供了投资组合中美之股票表现的最新资讯 一些股票如Alphabet和沃尔玛表现良好 而其他股票如BC和多伦多道明银行则经历了亏损 PAP还讨论了他计划对投资组合做出的改变 包括出售Brookfield Asset Management的股票 和购买保洁公司的股票 总体而言 PAP被买入并持有策略 以及所选证券的长期潜力仍然充满信心 他建议投资者对他们的投资要有耐心和信心 即使在市场低迷时期也是如此 漫步纽约的过去 纽约时报 为了准备荷兰在纽约殖民地成立400周年 本文的作者正在组织一次徒步旅行 讲述这座城市起源的复杂故事 游览从炮台公园开始 跳往海港 自由女神像和爱丽丝岛 是自由和承诺的象征 然而 作者也设想了充满沉默独木舟的水景 因为Moncy人 居住在该地区几个世纪的美洲原住民 在岛上捕鱼和狩猎 然后 游览移至曼哈顿的原始海岸线 并讨论荷兰定居者于1626年 从Moncy购买该岛的臭名昭著的事情 徒步旅行还探索了新荷兰的奴隶致历史 在南威连接停留 那里曾经矗立住一座被奴役的非洲人建筑 这篇文章讨论了荷兰时期奴隶制的随意性 以及它如何在英国时期成为一个硬化的制度 然后 游览继续沿着百老汇 沿着Wick Cross Jack Trail行驶 这是欧洲人 非洲人和美洲原住民使用的繁忙道路 游览在曼努埃尔广场结束 该广场坐落在曾经由荷兰曼哈顿黑人居民曼努埃尔德 格里特德 雷乌斯拥有的土地上 广场提醒人们 人们正在努力解开过去的线索 走向更加宽容和自由的未来 徒步旅行旨在讲述纽约起源的更全面和细致的故事 突出美洲原住民和被奴役的非洲人的贡献和经历 以及欧洲定居点 通过从多个角度探索这座城市的历史 这次旅行鼓励游克凡斯新阿姆斯特丹的复杂遗产 及其对现在的影响 谢谢大家收看股市简报 这是由六度简报团队为您制作的内容 六度简报的网址是 六都brief.com 专门面对全球精英专业人士